早前新冠肺炎疫情嚴重,美國經濟停頓,大量工作機會流失,失業率升得非常快 今天想和大家講講,其實工作機會走得快,同時將來回來也會回得很快 其實各國為了應付疫情都不得不封關停工,或者令經濟活動停頓 各行各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 例如最主要受影響的企業,食股、旅遊業或客戶交易相關就比較難喊 失業率全世界都飆升,以美國為例,疫情期間的失業率大家可以看到2月份只有3.5% 但到4月的時候已經上升到14.7%,升幅極度驚人 失業率上升的速度和幅度都較金融海嘯的時候更加嚴重 但坦白說,如果我們預期美國經濟復甦好像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捱那麼久,似乎這個想法將會落空 跟金融危機的時候會有信心危機或資產價格大跌來相比 或者疫情緩和之後,我們有機會看到美國的就業市場 會比過去的回復速度快 簡而言之,信心就是當中的關鍵 相信大家都記得,2008年金融海嘯是由此案危機所引發 受到一些結構非常複雜的金融衍生產品 例如CDO、CDS等等 美國樓市下跌而大幅貶值 就是當中的衍生性金融產品 當時雷曼兄弟公司破產 影響波及到全球 美國的金融體系受到一定程度的重創 民眾的信心跌到一個谷底 股市樓市都大跌,失業率升得很強 但當時的強度也不夠強 由2008年大約4.8%升到2009年的10% 都用了一年的時間 同時當時的工作流失的數量 都有800至900萬份的工作 美國政府推出了幾輪的問題資產救助方案 當中不少的包括拯救了AIA在內的公司 再加上聯儲局不單止把聯邦基金利率降到零的水平 還進行了三輪的量化寬鬆 令到長期利率提供一個下限價值 而盤活的經濟 在美國政府和聯儲局合力之下 美國經濟慢慢去改善 但因為信心有問題 所以改善的時間都比較短 2010年起美國工作的崗位 就業人數開始慢慢回升 同時失業率逐漸下跌 但由於美國人經歷了資產泡沫爆破的時候 當時股市樓市都下跌超過30% 大大影響了實體經濟消費或借貸行為的信心 所以信貸的停滯 貨幣供應的增長也比較慢一些 民眾的消費信心若薄弱 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去回復 這些情況 故此大家都看到經濟復甦比較緩慢一些 企業也要重新再招聘人手 慢慢再投資 因為你不知道有沒有生意 所以工作崗位的回升速度 實際數字從2010年3月到2017年12月 平均每個月新增大概19萬1千個工作崗位 總共花了7年的時間 才創造1,790萬個就業 令失業率慢慢由9.9%回落到4.1% 因此減少了5.8% 之後美國的就業市場繼續慢慢改善 直到2020年2月 即今年較早的時間 回落到最低的3.5% 都接近是50年的新低點 不過之後的歷史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 最近幾個月發生了一場新冠肺炎的疫情 令美國全國的經濟陷入停頓 失業率在2月3.5% 急升到4月14.7% 即時有156萬人失去他們的工作 不過大家要記住 由於今次的失業率的上升 主要是因為經濟的停頓 無論是企業、零售商鋪或民眾 他們都因為疫情而要停止 若干部分的經濟活動 實體經濟一定是受損 但大家也看到 美國政府和聯儲局都立即採取一些過斷的行動 有些紓困措施 補出一些財政資源支援失業的人口 然後加強一些有關於健康的消費 令到失業的情況 對方被以前的門檻降低了 令到美國人暫時去緩解他們生活上的困境 另外大家也看到 聯儲局有一個無限的量化寬鬆 為市場提供足夠的流動性 所以現在其實在一個銀行系統裏 其實就沒問題 即使股市是短暫的下跌了30% 很快就有一個回升 其實甚至乎現在 納指已經在創新高 在綜合以上的一些情況 其實金融市場相對穩定 我們看到市民的信心 沒有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而大受影響 借貸和貨幣供應 都仍然是有一個增長的情況 所以總體來說 疫情到今天 不是說如果再擴散 或者再維持半年 一年十年 美國都不會有影響 而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人 暫時的經濟信心 其實沒有 與2008年相比 現在 是一個可控的情況 所以當政府放寬了 疫情的限制措施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公司 或者企業可以重新 再投入這個經濟活動的時候 工作崗位 回升的速度是超快的 失業人數短短在幾個月之內 已經減少了六七百萬 失業率也由4月的14.7% 跌到7月最新 10.2% 減少了4.5% 所以金融開小的時候 美國失業率 用了七年的時間 才下跌到5.8% 但是今次疫情 我們看到 一個很大的對比 就是只需要用了三個月的時間 失業率又下跌了4.5% 回升的速度快得非常驚人 其實跟就業市場下跌速度的驚人一樣 跌得越急 反彈 同一時間也很急 其實美國今次受疫情的影響 也挺大的 說真的 但是由於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金融體系未受到影響 以及美國人對於消費 經濟 信貸 金融系統的信心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預期在疫情 退卻 或者叫做有疫苗等等 有一個正確的處理方法的時候 美國經濟回復的速度 會比起 2008年之後 金融海嘯可能說 暴利難珊要捱很多年 大家才看到物價重新增長 經濟增長OK 或者失業率又下跌 要很多年的時間 但是今次我覺得 回升的速度會快很多 當然 但是最後一件很重要的大前提 仍然是什麼 美國必須要首先 有能力好好地處理好疫情 真真正正去重啟經濟 如果不是剛才所有的分析 說到天花龍鳳有多厲害 多厲害 其實就是浪費 債入 因為你不能施行 經濟的經濟 其實基本上 你的經濟就很難有正常的發展 就著美國的實體經濟 資產市場 信貸 信心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 我覺得大家可能從不同的觀看 會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人覺得 美國經濟千瘡百孔 無限QE 聯儲局的資產負責 已經去到很大了 所以終歸都會有一些經濟問題 這些我又不是完全去反對 不過 如果我們更深入了解貨白系統的運作 這類型的憂慮 其實都比較是幾人憂天 終會出現 但我只覺得 不會是五年 亦不會是十年 甚至乎二十年之內 都不會有太大機會發生 不過Anyway 如果大家有意見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 我會盡量去跟進討論 今天的時間來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再見 平衡時空 萬赤高空 正經融通 投資輕鬆 我也會 advocate 三人 十分 狼乎